7月1号至3号,第二届万寿国际安全引讨会在北京举行 多位参会学者在受访时表示 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不符合两国乃至全球利益 在此前的G20大阪峰会上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 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对此,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 道格拉斯·班多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成果 他表示,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说明中美可以加强协调合作,避免走向冲突 我认为中美可以加强协调合作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赵岁生指出 中美两国有很深的相互依存度 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做法短视而危险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成功 如果美国想要遏制中国 要想跟中国进行这种所谓的新冷战 只会激发中国跟美国的对抗 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俄罗斯联邦公众院副主席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谢尔盖·阿尔中尼奇 则表示,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 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 所采取的一些政治措施 从根本上是为了获取自身经济利益 这是不公平的 也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明白 背后美国的美国 开始了战争对中国 是阅断的更加快的 发展的经济发展的国家 但是,我认为这些试图 都被失败了 因为,发展的经济发展 会议期间,多名与会专家在设访时表示,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符合中美两国及全球人民的利益,期待两国加强协调合作,避免走向冲突。